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王一玲,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新世界博览馆,5月13号到5月15号,辽宁省城市更新,继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业博览会在这里举行,正所谓不经验不谋面,这一次呢,沈阳以城市更新执笔,以科技创新琢磨,从城市建设的新角度出发,勾勒未来城市的新世界。 发展的生活画卷,那么本届的城博会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亮点与变化呢,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来探管城博会吧。 还展示了智慧交通、智慧社区等智慧城市内容,以及智能建造、装配式建筑等现代建筑产品内容,通过声光店的展览形式,全是城市更新的理念。 哈喽,我现在呢,是逛到了城博会中的城市展区,在这个展区里呢,辽宁省的各个城市都将他们的城市特色展示了出来。 在这里呢,我还有遇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,我们来看看他是谁吧。 哎,没错,就是这位可爱的小机器人。 你好,请问你叫什么名字? 姐姐,你好,我叫西西,我是本期试课专长的讲述人,很高兴认识你了。 除了导游机器人西西之外,还有会跳舞的机器人,懒人地位的炒菜机器人,为您端茶倒水的运输机器人,和地形团绵的机器人,等适用于各种不同场景的机器人。 我现在在这个盐口展区呢,发现一个360度环拍的设备,是用来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拍照的设备。 通过环拍相机抓取到的影像会投屏到电视上,通过电视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,就可以传输到自己的手机中。 本届城博会的最大关键词就是智慧,智慧城市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,未来的城市智能品将会是一个类似人类身体,拥有颜脑手奈的综合智能化代体。 本届城博会,很多参展企业都在智慧城市、智慧社区的领域寻求突破,并将自己最好的产品带到这里。 本次探馆城博会呢,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呢,就是科技真的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,为我们的城市,为我们的生活,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那么城博会将攒出三天的时间,休息的时候呢,您不妨和家人一起来到现场亲自的感受一下,相信一定会让您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 好了,今天的探馆城博会呢,就是这样,我们下次再见啦。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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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